大家好,我今天要為大家講的故事是 比不可悲 每當孔子跟玩伴在一起玩的時候 孔子總是建議玩一些祭祀的遊戲 在這次的祭典儀式中 聖裝祭品都要用特別的儀器 小孩子當然沒有這些東西 孔子就從家裡拿出一些特別的 很像禮器的盒子 盤子來充當 然後呢,小朋友又分頭去找尾巴 捏起來 把它捏成牛羊豬的形狀 又另外咬清水摘花草 當成其他祭品 都準備好了以後 孔子就教玩伴們 要怎麼擺祭品 怎麼行禮 一切按照大人的祭祀規矩 孔子小夏年紀 怎麼會懂得這麼多禮儀呢? 原來是孔子常常去太廟觀看祭 點 牢記在心中 長大以後 孔子做了魯國的宰相 他不用刑罰 他用禮樂來教導百姓 不到一年 人民晚上都不用關門喔 也不怕小偷進來 全國上下都對孔子稱讚 李 小朋友,李是人與人之間最美的距離 懂得李的人到處都受歡迎喔 今天故事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